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之前呢 孟大姐说会来接我们 我得找找孟大姐在哪呢 给你来啦 哎呦 这么漂亮 给你这么接呀 谢谢 谢谢 你都幸福了哈 谢谢 咱村里空气可真好 咱回家学习吧 好 谢谢 跟随着孟大姐的脚步 我们来到了她的家 如今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一家农家乐 咱们往上就走了哈 这酒后院就是咱们住的 这边还有这边 左边 左边 从院子到房间 规模不大 却处处透露出整洁和温馨 招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八方游客 咱们这是表姐 两张花 挺舒服 挺舒服哈 这是洗刷用品 咱们都有孔调 有点湿 而且在这睡觉的时候 人都能听到外边那个船叫 咱们这晚上应该挺凉快的吧 在这很凉快 安静 很暖去 又安静 又凉快 孟大姐告诉我们 过去她们家的收入 主要是靠着重逃和板栗 家里并不富裕 后来在村集体的领导下 跟着村民们一块搞起了 农家乐旅游 生意逐渐红火起来 日子也是越过越好 现如今 像孟大姐这样的农家乐 全村差不多有90多户 全部统一规范了管理标准 不但达到了省旅游局制定的 农家乐卫生安全标准 还突出家庭接待特色 户户有绝活 能让游客们感受到 不同的休闲体验氛围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村里成立的 悠悠谷乡村旅游发展公司 对全村旅游项目建设和市场运作 进行统一管理 村民全员进行旅游接待业务培训 旅游接待从户户游击队 转变为整村正规军 探索出一条公司加项目加村民入股的 综合性发展模式 全村人人是股东 户户当老板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一体发展 这其中 悠悠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 总经理赵盛建 自然是最有发言权 孟大姐 孟大姐 到底这啥是好运模式啊 好运模式啊 我也说不好 是鹿虎 白虎 这不是叫我走吧 你好 稍微等一下 我拉起来 好好好 叫赵总跟你说 我拉起 赵总 什么是好运模式啊 我一直特别好奇 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农村这些所有资源 还有劳动力资源 整合到一块去 由公司形式统一运作一个村庄 让老百姓从贫困 到致富的一个整个过程 就等于把一个乡村 给变成公司化或者集团化 对 简单讲就是 把全村做成了一家人 干一个事 一块走上致富的路子 这就是我们原来村里的一个老面貌 涵盖着春孝秋冬 老景象 其实原来很苦 全村呢 所有村民都出去打工了 剩下六十多过来 这之后呢 我们村两委呢 通过这些年十几年的发展旅游 利用咱们绿水青山呢 慢慢慢慢把村里老百姓又找回来 开发自己村庄 一步步呢 让村民从吃饱饭 穿暖衣 一直到现在呢 慢慢慢慢走上这种小康道路 从赵盛建口中我们了解到 中好玉村在美丽乡村的发展中 始终注意保护生态环境和原始风貌 没有搞大拆大建 把乡村旅游作为主导产业 农旅融合 旅商融合 不断探索山区村庄发展乡村旅游的新路子 村民们的积极性一下子也跟着提高了 走在村里 随处可以见到大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以前我们村反正是面积很少 都是要闪定 你看就是靠天吃饭 反正是收入装置也收入不多 不说是钱了 一年可能就收入两千块钱左右 整个靠旅游我们的生活提高了 我们的前一年年收入也提高了 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穿的 都比以前提升了好多 这两年呢我们发展旅游之后呢 对所有这些设施进行改造 一个是保护我们的旅水清山 不能光利用 所以说在整条道路上建了这种无水光芒 并且把所有这些雨污进行分流 对所有全村的外立面呢 进行统一的一个整治 让人进来之后就能利用这个环境 享受这个环境还能保护这个环境 不过我们还建了我们的村民大食堂 让所有村民集中就餐 加少村里这种各家各户墨压的情况 上山砍柴的情况 一次性就全部解决了 而且我听说那个村民大食堂 还是在那家家户户户在免费吃 对对一年这一千零九十五的饭 全部免费 天哪那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 这都是由我们公司进行统一支出的 也是我们这两年吧 每年的收入不断增长之后 每年都在干这个事情 也是给大家一种很好的福利 因为这个公司呢 就是所有村民入骨成立的 就是公司的主人 也是村上的主人 所以说也是他们一个平时的一个生活福利 用乡亲们的话说 现在这中好玉村就是个世外桃源 住在这里 幸福感一点也不比城里人差 日子越过越好 自然离不开全村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去年 全村共接待游客二十三万多人次 实现综合性收入三千五百万元 村集体收入三百八十万元 村民人均年收入四点五万元 收入比十多年前翻了十几番 放在过去 这可是大家想都不敢想的 目前 中好玉村可同时容纳两千人就餐 七百六十人住宿 并拥有四十多个乡村文化旅游体验项目 不过 赵盛建并没有安于现状 而是仍然在设计新的项目 整个这个民宿的设计呢 就是我们公司独立完成 也是检验我们十几年对这些工匠们的水平怎么样 所以里面这些设施呢 煤呢 就所有教具 全是我们工人手工自己做的 随着好玉模式的不断成熟 也越来越受到外界关注 中好玉村开始积极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思路 不但自己进步 还走进山东 河南 河北 内蒙古等地区的国家级贫困县 帮助他们做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项目的发展规划 推广中好玉村的旅游管理模式 赵盛建也一下子变成了大忙人 今天下午参加一个韩国乡村旅游重点 推的一个批评班 就没法陪你了 没事没事 您先忙着 等一会有我们公司的这个贺经理 对你体验体验我们的大伙伴来 好 行那就不多耽误您了 感谢你啊 一路身风 我们可以做好大的贡献了 没事应该的 谢谢你 好好好 再见 再见 好 在贺经理的指引下 我们来到了中好玉村的八大美食课堂转一转 马大娘豆腐房 婆媳元宝房 二镜子摩摩房 老梁煎饼房 秀菜盒子房 馋嘴猴子 大碗茶 四婶子高面房等等 像极了小时候吃的百家饭 游客们还能跟随师傅一起亲自制作美食 现在呢 大姐已经把孩子们做好的这个豆腐盒子去上锅了 我们问一下 小姐姐你好 你好 为什么会带孩子来这里体验这个各种项目啊 因为这个是咱们自博的一个就是传统的一些美食嘛 而且觉得在周末带孩子动动手啊 让孩子看看这个制作过程 然后锻炼锻炼动作能力 让孩子渐渐 因为在城市里很少我们见到这种的 问一下这个小宝贝 你觉得自己做的豆腐盒子好吃吗 好吃啊 你最喜欢吃里边的什么呀 最喜欢吃这个豆腐 啊 谢谢 各位最久的朋友们 欢迎你们来到毛豆娘豆腐房 豆娘洋气不洋气啊 洋气 好 笑笑啊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宝宝宝买豆腐 一只买豆沙口头 沙口头一看过一个老头五着口 要问他哭一声 怕老大没媳妇 去一个毛姑娘长得挺漂亮 把她没怕去上娘 这个老大很挺强 背着柴花扛着娘 天天去看家母娘 最后拿下毛姑娘 毛姑娘手一枪 做豆腐还挺香 全是老少七口江 一做豆腐四十年 从毛姑娘变成了毛豆娘 我就是故事里头的毛姑娘 下载一世豆腐的住来毛豆娘 欢迎大家常来找 毛豆娘一讲完 不要掌声 只有呐喊 谢谢各位啊 欢迎大家再来啊 大概这么多 是顺时针这个方向 顺时针是吧 我尝尝啊 好吃吗 好脆啊 特别好吃啊 你可能是自己亲手做的 就感觉特别好吃 对 自己做的格外香 品尝完了自己亲手制作的美食 我们继续朝着村里的著名景点 悠悠谷进发 小薇你看 这就是我们的悠悠谷了 我们要想继续深度体验 不能走着去 那怎么去啊 要必须做我们的铁牛一号 它象征着我们中好育人 勤劳务实的风格 走 来过去体验体验 好 乘坐铁牛走过崎岖的山路 在步行翻过悬空着的通仙桥 我们来到了传说中的幽谷仙境 这里有一种室外桃源的感觉 现在我们看到喷出来的这种烟雾 还真是给人一种人间仙境的感觉 对 但是它不是烟雾 而是一种用水喷子喷出来的 这种冷物粒子 不光它有降温的作用 而且还有这种康氧的作用 你比如说它喷出来这些冷物粒子 能直到人的肺泡 达到一种洗肺润肺的作用 比较适合于这种吸烟的 或者是这种沉肺的这种客人 明白了 使得一个康氧的作用 其实一般的烟雾是对身体有害的 你这个冷物粒子不仅没害 反而是对身体有益的 对 它是一种水粒子 除了美景 您还能参与到素质拓展 极限漂流 沿学夏令营 悬崖速降等项目中 甚至还可以拿起玩具枪 体验一把真人CS 不知不觉中 就到了午饭的时间 跟随着饭菜的香味 我们来到了村民大食堂 小薇 你看 这是我们中好玉村的村民大食堂 村民大食堂 对 在这吃饭 正好今天到饭点了 然后我带你进去体验体验 品尝品尝我们的这个大食堂 好嘞 好嘞 这炒火腿 西红柿鸡蛋汤放这碗里 这可以 这就是我们马达娘醋的豆腐 这马达娘醋的豆腐 那一定得尝一点 好 谢谢 在中好玉村 全村三百四十多名村民 都像今天这样 每天享受着生产队大食堂 为大家免费提供的一日三餐 还可以吧 土豆腐 每天自民都可以免费吃到这些大餐 对 也怕他们亲密了 硬直给他们换餐糊 然后不同样的给他们做 午饭过后 我们来到了本次参观的下一站 乡村记忆博物馆 在这里 有幸见到了中好玉村 由穷到富的主要见证者 村书记赵东强 书记这是哪儿啊 乡村记忆馆 乡村记忆馆 为什么叫乡村记忆馆呢 就是很多年轻人 不知道年轻人 有很多工具 也历史 广泛博物馆 很多事在里面 有年轻有余活 就有小一点 看路路面有的什么东西 在忙生产 在忙生活 也工作在里面 这里的楼固盐很多 就是九千多钟 九千多钟 你看很多东西 你可能也没见过 这是一个讲解的 动机的一个东西 那个时候全部来工 不过现在有机械化 那个时候很苦 就是说五十年以前 用的东西 这个 这个我知道 也有的时候 有一些小瓶 对 这样摔 也就是摔起 这个 这是蒸铁 这个我这个地方 叫薄罗子 小薄罗子 小薄罗子 都不一样 丁下的大盘子 那个时候没有大盘子 这个就是现在的盘子 这片全是酒具 在这酒喝的是 酒喝酒杯酒粽子 这个也是酒喝酒的大碗 这酒具 那个时候就用这个喝酒 大碗喝酒 打口吃肉 这个我知道 这个是酒漏斗 漏斗 你看这个就是成了盐鱼 盐鱼 所有盐鱼 就是叫 拿这么叫盐的嘴子 就是横着嘴里 你看多少种说 我知道 这种还是为了过滤 就是过滤那个 也是为过滤 那么说到来也挺可疑 也讲一讲就可 爸爸是一些时候 加上一些身体不好 不仅仅是我们的乡村记博物馆 其实我们走过整个村子 都有那种浓浓的乡土气息 当时是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刚开始的时候 哎呀 还难 这是十几年前的事 我咱小伯爷做旅游 老百姓不知道旅游是干啥 我说旅游就是把城市人 来吸引到那个地方 咱们穷啊 没有钱 就他们给他钱 咱给他福福 把这个穷地方这么穷 这么骗着一个小沙狗 谁能来啊 我说还能笑一不 十年以后来啥厉害 他们说你做梦吧 做奴角烂的时候刚开始 我就串了一万块钱 他们没了点创达壁路 就是凭借赵东强 与村两委几名成员 凑得这一万元钱 村里建成了首批 五家农家乐 但是一开始并不那么容易 赵东强和村民们 一路摸着石头过河 真的是吃了不少苦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村里当年就收回了投资 卖出了中好玉村 生态旅游的第一步 2012年是赵东强最难忘的一年 这一年全村村民以入股的方式 成立了资博博山 悠悠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对村内旅游产业项目 统一规划集中管理 探索形成了乡村旅游 公司运作 单体承包 村民入股的好玉模式 甚至还叫回了在外地工作的儿子 赵盛建筑镇 当时我还在想 做乡村里游 我没有文化 我一共上了 从小上了两年半学 我把日子培养回大学毕业以后 我认为这个文化很有用处 发达乡村里游 很好 保证很有帮助 保证发达很快 做工作就要回来 他当时他也不是很同意 相信18号 把工作做成了以后 他自己先回来 回来以后 我和同学 又来我成立公司以后 又来公司的就业 现在五十多年起来 现在很好 现在我们的后备力量很充足 全村村民都是股东 也是商态旅游的建设者 现在年龄最大的入股村民 84岁 最小的还不到一岁 人人有股份 人人年底分红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我叫赵宗奇 在村子里边是 比较年轻的一辈 13年退伍之后 当时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也是想到城市里边闯荡一下 回来之后呢 村长找我谈话 跟我说村里边要发展旅游 问我怎么样 毕竟是本村长起来的孩子 也想在这里边给家乡做点贡献 刚回来的时候我们村也是比较贫穷的 当时的路还都是一些土路还有水泥路 并不是像现在这么石板路 而且当时的房子很多都是微房 独推房 这几年建设已经全是我们的砖瓦房 我们这几年的拼搏也得到了一些回报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加入到我们 现在公司里边大概有50多个年轻人 我们也有信心 能把我们乡村旅游做得更好 也把我们的事业做得更大 现如今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以及现实得到的收益 使得每一位村民对中好育模式 持有更加坚定的信念 大家都相信 只要跟着公司团队的脚步 就一定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过上幸福的日子 在这里你会发现 每一位村民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这个好育模式啊 简单地说 就是严谨制宜 利用我们的绿水清闪 把所有的能力的资源 利用起来 搞成了个差役 差役抓到枪以后 所有村民参与人去 最后就到下 共同富裕起来 就我们的村民 说当后不当啊 好育模式的集体化运营理念 也被各大媒体宣传到全国各地 如今 中好育村已获得 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 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 等诸多荣誉 还跟全国的其他旅游村 结成了兄弟村 我们现在的内蒙 重庆 切放到 回海 我们陪随了 三十多个村 也有俩所理 我们这玩家情人也很厉害 我们现在的重庆火系村 在那里 我们现在的 那么有我们的股份 很好 我们这个模式 很好 能在全国推广 我们推广的内蒙第一个村 就成了下在 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如今的中好玉村 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三百万元 每年发放五次福利 年底全部按股分红 人均年收入是十年前的十四倍 全村每户有十万以上存款 村民行为逐渐自觉化 文明行为蔚然成风 中好玉村乡村旅游带动农民致富的经典案例 被国务院扶贫司作为了乡村旅游的扶贫案例 对于下一个十年 赵东强也是充满了信心 第一个梦他不是出这来 抽法老师法老与法 第二个梦也没有问题 绝对没有问题 我有信心 也有决心 随着我家领导了 这六四岁来 很想让他干点事 就全面 过上更好的乐 天色渐暗 但悠悠谷内仍然是十分的热闹 村民们点起篝火 来欢迎远方的客人 在家里面 我们的生活在中华月 我们村民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 非常幸福 非常高兴 年晚上到过跳舞 北天挣钱 我们就说 我狠死 这里的板栗比较好吃 我们是通过我们其路边签联盟组织的 然后知道了 游泳谷这个美丽的地方 这里的山好水好 美食好 人更好 每年都来 我们是从围方过来的 因为这个地方环境很好 也适合我们骑这个边三轮 车速也慢 在这个山上转一转 看看景色也很好 带着家人孩子一块来玩 我们是经常过来 支持当地的旅游事业 人也很好 未来不可知 但中好育人对他们的未来 却是始终充满了信心 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 全村人共同的参与 公司化的运营 再加上不断的创新 在致富路上 这些条件一个都不能少 直到今日 中好育人仍旧在用一砖一瓦 建造他们心中的美丽桃花园